谈到变化,谈到所有的人都在变化中 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十个月 从刚入胎到出生也是在变化中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从皇帝夏商周到今天也是在变化中 美国四百年历史也是在变化中 英国在四百年前殖民全世界 号称大部电电日不落国 但是二四大战之后 还有回到了一轮三倒 也是在变化中 都变独立了 是不是 虽然这次我们去中南美 去了两个地方都讲英文 百分之八九十都讲西班党 就这两个地方是讲英文 那就是因为他曾经被英国占领过 所以说他的变化呢 他也是在变化 这变化到影响到他的未来 可是再怎么样还是变化 因为他没有受英国影响到 唯一的就是语言 用英文来延续了他的音乐 延续了他的文化 那么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apply到所有的人数的变化 是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刚刚还只是提到地球 实际上宇宙都在变化中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为什么变化是一个真相 他是放出四海阶准 颠覆不破超越时空的 好 那么现在 谈到变化呢 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 你讲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你 我们从这里走路到另外一边去 去开门 左脚右脚 左脚右脚 我们平常只是学 我要去开门 从来没注意到我的脚 两个脚在不断在变化中 同时同一个脚 脚跟着地 脚心着地 脚尖着地 在换左脚的时候也是 脚跟着地 脚心着地 脚尖着地 脚尖着地 每一个叉的都在变化 没有变化 没有办法完成 从这边走到那边去开门 没有办法开会 两个小时的会议 从开始到结束 所以变化是可以apply到所有的人事物 好 我们再回过来 这样 我们谈到变化 是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的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在解释这个变化 变化是真相 这是真正的宇宙人生的现象 那么真理就是在解释这个真相 那什么是真理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 真理 它在解释这个现象 为什么它在变化中 为什么世界上都在变化中 所以什么样的理论 你来解释这个自然的现象变化 所以像我们过去历史上 有哲学家 唯物论者 唯信论者 存在主义者 各用不同的哲学的角度 去解释宇宙人生的问题 是不是 宗教 基督教 天流教 佛教 乌斯宁教 犹太教 不同的宗教立场去解释宇宙人生的问题 但是彼此不承认 你的信仰跟我不一样 你的哲学信仰跟我不一样 就会有争议 在哲学立场来讲 不一样 还只是口头上的争议 写文章来辩论 但是宗教不同的立场的话 往往就会产生宗教战争 因为宗教它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人 在它的背后 做它的知识 就产生很多问题 那么如果是真正是真理化 它是超越了宗教的 它是超越了哲学的 就像我和我讲 你是个基督徒 天流教徒 佛教徒 国教徒 乌太教徒 来自于博士信教 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都是从变化中成长的 所以变化跟宗教信仰 是没关系的 是不是 好 我们再讲哲学 我是唯物论者 你是唯心论者 他是存在主义者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 对有不同的哲学思想 去解释它 可是毫无疑问的 我的妈妈生我下来 你的妈妈生你下来 一个唯存在主义者 一个学者 他的妈妈生她下来 也是从变化中长大 跟他的哲学思想 是没有关系的 是不是 我们喝一杯水 不管你信什么东西 这个水喝下去 我就不渴了 从渴到不渴 在变化中 跟信仰没有关系 肚子饿了 要吃饭 本来不管你信什么东西 到肚子饿要吃饭 什么责任的事 都要吃饭 所以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但在吃饭的过程 它也是从饿变化中 也是在变化中 所以变化是放出 四海这种真相 那解释这个真相的真理 是什么 这是我刚才要提出来的 真理就是 为什么会变化 为什么世界中会变化 你想想看 真理 就是成长 也不是成长 变化 变化 为什么变化 就是 就是元启论 元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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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东西都是因缘而起 因缘而起 因缘而起 但是变化 我举个例子来听 我们这次到加勒比海 参加这个cruise 半年前 你看到很好的广告 可以打折扣 七百五十块钱就够了 过了三个月之后 可以到一千五两千 对不对 那个因缘 造成了我们今天两个人来这里 是不是 对对 如果那个因缘 我们以前 如果在那边 我们来过很多次 哎呀不要去 你去了好多次 我们都不会来这里 对对对 所以他一个因缘 就造成我们后来的 不断的在变化中 从买票 从订票 然后到了最近 从1月2号 坐飞机 从纽约到佛罗里 然后再坐船 不断在变化中 要么你没变化 你怎么坐飞机到佛罗里达的 哦 没有变化你怎么坐船 寻导整个将来避海 哦 所以呢 这还明远而起啊 哦 就是从 从缘起因缘 所以缘起 缘起是个理论 也缘起论 他得到的结果 就在变化中 哦 好